幾個月前 三個多月前 為什麼能夠在深綠的這個區域 能夠把高雄擊垮 為什麼能夠在台中 能夠把林佳龍 林民進黨執政的把他擊敗 然後為什麼在台南 黃偉澤的票拉到這麼低 其實在當時 還不要忘了還有雲林這個地方 能夠擊敗 其實當時國民黨的這些 絕大部分 尤其是大城市的 大縣的 這些候選人 都想方設法降低藍綠的惡鬥 我覺得都是在努力 韓國瑜本身就是第一個表率 第一個他站起來天 無色覺醒 也就是說終結藍綠惡鬥 所以一直努力的在下降 是藍綠的問題 下降藍綠的問題有什麼功能 第一個不但藍的基本盤守住了 爭取了中間的選民 而且有效的就化解了 至少緩解了這些綠營的本身的 這種敵對的這種態勢 也就是說都知道 你是為了拚經濟 為我們好 所以那股態勢 有效的化解了綠營的這種挑逗 其一種相互對抗的這種 他們的擬拒的團結的心 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的成功 為什麼在這一次的選舉中的時候 沒有順勢的就把這個整個攻下來 我覺得為什麼沒有辦法攻下來 台南三重為什麼沒有辦法攻下來 我覺得我看到了 我的觀察是我看到了 是綠營的很成功的 又把它拉到成為藍綠的對抗了 就是非常努力的把它形成 又回到基本的藍綠的對抗 回到基本的藍綠的對抗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因為這一次的投票率 剛剛慧永一直在強調 他有提出很多數據 44.53 42.10的 這樣的一個得投票率 這個代表年輕人的投票率是不高的 我們估計應該是偏 中老年人的投票率是比較高的 這一些其實就是回到了 藍跟綠的基本盤裡面 中間的選民 這些年輕的選票很少 去投票的情形下的時候 你回到基本盤 你會發現年齡偏高的選民 他們到目前為止 他們並沒有完全的接受認同 國民黨應該要回來執政 換言之也就是說 國民黨一直在強調 他要回來執政 他要重返執政 可是很多的選民 為什麼你要回來執政 你要回來執政你先告訴我 你前面的八年的執政的失敗 你有沒有深刻的反省檢討 然後你再告訴我 你未來執政的時候 你要給我們帶來什麼 你要怎麼做 很清清楚楚 但是問題就在我們沒有看到 有很深刻的檢討的情形下的時候 只一直強調 國民黨要重返執政 你國民黨重返執政跟我們人民 有什麼關係 是因為你要為我們做好事 你要為我們做好的 讓我們過好日子 然後你知道你以前錯在哪裡 你要告訴我們你以前錯在哪裡 我們才知道你 深刻的檢討的時候 我信任你 我把票給你 可是問題就在於 一旦操作藍綠的對抗的時候 你沒有發覺你還是沒有辦法 把這個傳統的勝率的票打下來 你也可以自己滿足自己 說我們得票率不錯了 我們有進步了 可是我的意思是 才三個月前 四個月前 你是把高雄整個拿下來 你是把台中翻過來 你把雲林翻過來 然後你現在連金門都丟了 你還可以自我安慰自己 阿Q的說 他也是我們國民黨的 同陣營的人 你國民黨有推人就是有推人 沒選上就是沒選上 你為什麼推一個 連選上都選不上的人 這個代表你國民黨 在這一次的選舉中 你是輸了 那麼也就是說那個裝擺效應 已經被民進黨成功的 暫時的止住了 未來2020年 你能不能讓他再盪過去 那要看你國民黨 對這一個選舉中 你自己有沒有深刻的反省 我目前還沒有聽到 有深刻的反省 萬一其實就是1 2分之1很高 非常高 韓國瑜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的輔選沒有讓三重跟台南 能夠翻盤 韓流有傷不代表韓國瑜不是最強 他依舊是最強 所以其實過了兩天 我相信在網路上的討論也好 我這樣也開來直播跟大家 面對面的就是透過網路面對面 很多訊息我也都回應 但慢慢能夠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說 韓流當然有傷 如果四局全上 那韓流就是勢不可擋 你國民黨內的所有的提名機制 直接就形同虛設 就是只有他 不會有別人 任何人再堅持都是無謂的堅持 但是現在既然被賴清德擋下來 國民黨都還沒有進一步了 民進黨已經出現大變化了 就是這次選舉結果造成的 如果郭國瑜沒有贏 賴清德我想他也不會去登記零表 所以這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韓國瑜他要不要選 之前的參考對象是柯文哲 現在有了賴清德 相信希望韓國瑜一定要出來的人 一定會更加堅定 但是問題是 我在上禮拜六的選舉完以後 的這個結果也是 因為這個過程 韓國瑜確實我覺得有一點 不可否認 我不知道大家或者是觀眾朋友 同不同意 韓國瑜的強跟韓流的席捲全台 造成了民進黨的團結 這是一點我看到的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至少他們危機感 非常強大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沒有容錯的空間 大家全部都摔頭了 那國民黨就未必 可能有人覺得說 反正應該也會贏或怎麼樣 就沒有那樣的危機感 危機感轉換了 上禮拜我也講了 韓國瑜在這兩個 綠道出資的選區 能夠打到接近很不容易的事 但韓國瑜自己更不容易 是去年他在一個 原本輸55萬的地方 變成贏15萬 70萬的來回 那才叫強 這才叫韓流 所以韓流的確沒有去年那麼強 你要讓他再回來 所以其實以國民黨的行程 就是整個流程來講也好 現場還有一位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我的學長周錫瑋 現場在這邊 他也很強 所以我覺得此刻 讓韓國瑜努力去做他的市政 昨天看到這個郭太平去 做了3000個工作機會 澳門也買了6000萬台幣的花 然後他要去大陸 去四個地方去招商 而且繼續做他的經濟 還要去美國 這段期間讓他做好持穎保態 其實會是國民黨最好的 你再去講說 下禮拜就去登記 就去幫他領表 就去給他推上去 其實並不是一個好事 所以我覺得 韓流有受傷 韓國瑜依舊最強 韓國瑜參選的事情 其實可以過一陣子再說 我們不可以在一起 自民心提供 都要去佔在一起 所以是一陣子 和我認知 我們在一起 照片 說 從 那 然後